董事長 剛才欣賞完老建築 還有您的收藏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玻璃屋裡頭用餐了 那當時為什麼會想要搭建這個玻璃屋呢 因為當初這是一個ROT的案子 所以本來房子 物色在房子旁邊 以前的那個住戶 它可能都加蓋了很多空間出來 但是後來那都敗壞了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敗壞空間打掉 然後我們請李天朵建築師 幫我們設計這樣一個玻璃屋 那剛好有這樣一個空間 結合這樣的歷史建物 所以對整個環境也沒有違和 很多客人來都很喜歡 坐在這個玻璃屋 看著外面的景色 是 其實坐在這邊超療癒放鬆的 因為大安區呢 我們通常向外看都是車水馬樓 然後還有高樓大廈 但是我們坐在這裡看到的是花花草草 真的有一種好不像在都市的感覺 對啊 董事長 那這些就是我們推出的 蔬食套餐嗎 對 那我們的蔬食套餐 大概有哪些餐點呢 我們蔬食套餐大概這個菜 有四樣的菜嘛 那個主菜是茄子 然後我們有附帶飲料 有三種飲料可以選 那還有蛋糕 這是整個一個set 是 那我就先從前菜開始品嘗 好 OK 哇 它的樣子好可愛喔 是用牛番茄下去做它的裝飾 對 然後裡頭我看一下 哇 有毛豆 對 還有藜麥跟蘋果 對 好 那我就先從它開始品嘗 好 妳試試看看 它裡頭應該有加一點果醋 所以有點山香的氣息 那蔬菜的部分啊 太新鮮了 真的會有一種好像來到了 山上的田園餐廳用餐的那種心情 對 因為我想 我們既然要做東西給客人吃 這東西都是我們要確認 我們自己合格的 我們才可以上菜給人家用 那一般我們的那個什麼那個米 米是我在那個宜蘭郊溪 有一塊土地種的米 我們就委託人家幫我種 所以它的那個品管也是做得很好 所以我家也自己用吃這樣的米 然後在這個大院子 我們用這樣的米 既然董事長都這樣說了 那我一定要品嘗這一道燉飯料理 它超香的 一上桌我就聞到它的香氣了 這是牛肝菌嗎 對…它用牛肝菌 對 而且它上面放了好多咕咕 難怪香氣會這麼飽滿 太香濃了 而且我覺得米飯非常好吃 因為它吃起來軟Q 但是不會太過於軟爛 夾起來會越嚼越香 董事長這道料理 你應該自己也很喜歡吧 對啊… 像我妹妹她是都長期吃素 所以她也很喜歡吃我們的蔬食料理 我覺得我們除了食物要新鮮 然後做菜也要做得到位 這很重要 是…那像是這一道披薩料理呢 它又加了哪些食材呢 因為它看起來好吸引人喔 對啊…它這個是我們一般的下午茶 它這個是加的南瓜 南瓜 然後有起司 還有一些菇 還有番茄 我覺得它看起來有加了六七種食材 因為它的樣子好豐富好繽紛喔 對 而且下午茶的披薩也還滿受歡迎的 它有驚喜 因為我吃到了鹹蛋黃的味道 然後我發現… 對 它還有加鹹蛋黃 對 因為加了鹹蛋黃 然後加上南瓜它很有甜味 鹹鹹甜甜的 然後加上奶香 所以它吃起來盡濃郁 但是又清爽 那董事長我好奇 我們把這裡整修完成之後 有沒有以前的住戶 又曾經再過來呢 有啊 我們其實在這邊的… 以前在這邊的住戶 很多都在回來 像就幾個例子 有一次 我覺得我們開幕沒多久 就是一個之前那個 Google的女總經理 一個禮拜六她推得她 會用推得她媽媽輪椅推進來 在那個角落吃飯 後來她可能吃得快結束了 她跑來跟我打招呼 說謝謝說 我把這個地方整理好 她說她就是之前在這邊的住戶 她說她小時候都住在這邊 從念北伊尼到台大 所以她覺得 很好我們把這個修復完成 那媽媽因為曾經發生車禍 就有點不太知道的人 但平常都閉著眼睛 但是她那一天帶她到這邊 她眼睛睜開了 我到處看看 我說那太好了 她聽說我們中間那棵大榕樹 就是她媽媽當初種的 還有很多像劉庸 劉庸她因為她以前住在這附近 附近她常常都跑到這邊玩 所以她看到電視報導說 我們這邊開幕了 她說她馬上飛快從內湖 坐計程車趕過來 她說她在台灣任何一個地方 都可以不用展覽 但是大院子她一定要來展覽 所以她常常就跑到這邊來 坐在不同的地點 坐在這邊看著景遠在畫畫這樣子 一段無心插柳的姻緣 迎鈴董事長為這棟老建築 賦予了新靈魂 這裡曾經是台大校友的美好回憶 這裡現在是藝文天地 美食天堂 這裡未來會是台北大安最美麗的風光